我是女王泡面 红楼梦并不完整 保留下来的只有前80回 后40回是高恶成员整理的叙述 并不是原文 有一本无事石头记 也叫《鬼偶本石头记》 自称是拥有结局的完整版红楼梦 无事的具体介绍 在赵一娘那期最后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无事是真的 他的情节也非常鬼畜 就像你认为 红楼梦最后应该是切美的破碎 而无事写的是 八十 八十 然后问你 你就说岁没岁吧 无事中 林黛玉并不是嫁不成贾宝玉而死 正相反 贾家同意贾宝玉娶她 但是一场抄嫁 打断了婚礼 林黛玉作为未过门的宝儿奶奶 要负责管理贾家 在贾家败落中苦苦支撑 详情可以看前几期 这系列视频已经做了很多期 有些问题已经解释过很多遍 为了避免重复就略过了 上期剧情我们说到了贾家被抄家 抄家后 那些没有被抓走的贾家子弟 不是想办法复兴家也 反而纠集起一伙流氓强盗 回家抢夺那些没有被抄走的东西 贾宝玉的弟弟贾环 杀了父亲 绑走了贾宝玉 贾家只剩下了几个女主人和奴仆 林黛玉在伤心欲绝中打起精神 要去为刑夫人和贫儿分担责任 撑起贾家等待贾宝玉回来 上期我们介绍剧情 就介绍到了这里 如果林黛玉管家会是什么样 很多人一说林黛玉首家打强盗 就会把吴氏想成水壶传 虽然后半段确实很像 还会把林黛玉想成领兵打仗的大女主 确实贾家身寨大院 又有许多奴仆 组织起来堪比水破良善 但实际上 吴氏并没有脱离规格的内容 林黛玉在面对强盗的时候 非常欺然无助 一方面贾宝玉被抓走了 生死未卜他很担心 另一方面 强家产的人带着强盗在外面虎视眈眈 此时贾家只剩下林黛玉 刑夫人贫儿 李丸几个女人 刑夫人有本事挤兑王熙凤 但是家里出事 刑夫人一点也指望不上 她捧头垢面的哭 说强盗要是再进来 咱们婆娘家的又不会领兵打仗 我见血还头晕 昨天就晕了好几回 贫儿虽然聪明 管理港上干了很多年 但是贾家大势已去 人心也散了 贫儿也管不住了 就如同乔姊的叛词 事败修云贵 家王莫论亲 强倒众人推 破骨完人垂 贾家的人大多为理是徒 贾母曾经说过 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 都是一个富贵心 两只体面也 贾家这一群势力小人 对于有钱有势的 即便是奴仆 也会上赶这八戒 对于没钱没事的 就算是主子也敢作俭 连王熙凤都被这群人 坑得死去火来 以事交者 事清则绝 以利交者 利尽则散 对于这些小人来说 贾家有钱有势的时候 他们你争我抢 趋之若鹜 未来贾家败落了 没有前世了 他们不会对贾家 有一丝的同情和怜悯 他们会为了利益背叛贾家 所以贾家内部 并不是团结在林黛玉周围 林黛玉要面对的 是大势已去 苟延残喘 众叛亲离的贾家 比如秦贤家的 她是一个很能钻赢的人 曾经趁着厨娘被诬告 到处送礼打点 接管了厨房 自此今后呢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后来厨娘平反了 秦贤家的就被革职了 白忙活一场 还赔了很多送礼的钱 无事中 秦贤家的在厨房 看到贾家连吃的都没有了 就说给强盗做饭 也好过在这里饿死 说着就出门投奔强盗了 平二也跟林黛玉说 家里有大半奴才 不肯出力跟强盗打 也使唤不动 还有嚷嚷着回老家的 甚至玉串还煽动奴仆 去投靠强盗 无事中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人 登台表演 尤其是那些被赶出贾家的人 《红楼梦》中 贾家赶了很多奴仆 比如跟表弟偷情的思琪 被当作狐狸精的方官 跟贾宝玉勾搭的金串 一般人为 这些人被赶出去之后 戏份就结束了 尤其是金串 被赶之后跳井自杀了 人都死了 哪里还有戏份 但是在无事里 他们的戏份都没有结束 思琪和方官都去投奔了贾戎 伺机来贾家 发笔横财 金串虽然死了 但她还有一个妹妹玉串 王夫人赶金串的时候 玉串就在屋子外面 听到了王夫人骂金串 她和其他仆人 跑到屋里来看怎么回事 王夫人还让玉串 去叫他们的母亲来 去把你妈妈叫来 把你姐姐带出去 金串死后 王夫人厚赏了金串家 又把金串的月钱给了玉串 让玉串以后领双份月钱 玉串后来去给贾宝玉送汤 贾宝玉就问她母亲可好 玉串满脸怒涩 半天才说好 贾宝玉就知道 她为金串的事情生气 原文说贾宝玉 陪孝问长问短 那玉串 先虽不悦 只管见宝玉一些性子没有 凭她怎么丧榜 她还是温存和气 自己倒不好意思了 脸上方有三分喜色 这时贾宝玉挨了打 还起不了身 就让她端汤过来 她不肯 贾宝玉就自己挣扎着下去 玉串见她这般 忍不住起身说道 躺下吧 哪诗里造了来的夜 这回子现世现报 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 玉串是怨恨贾宝玉的 只是身份悬殊 她最多也就散榜几句 贾宝玉低声下气 她反而不好意思了 后来王熙凤过生日 刚好是金串的忌日 贾宝玉没有参加 王熙凤的生日派对 偷偷出去祭奠金串 回来的时候 遇上了玉串独坐流泪 此时贾母等人 正等着贾宝玉回来 所以玉串一看见她就说 凤凰来了 快进去吧 再不来啊都反了 贾宝玉问玉串 知道自己去哪了吗 玉串也不回答 这句凤凰来了 快进去吧 再一回子不来都反了 看上去平平无奇很正常 毕竟贾母等人都在等贾宝玉 她再不来肯定激眼了 但是这句话旁边有句批语 是平常语 却是无限文章 无限情理 看之后文 再细思此言 则可知已 就是说看到后文 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无限文章 巧合的是 无事里就是贾宝玉回不来 贾家的人都反了 玉串后来遇到了鸳鸯 鸳鸯是贾母的贴身丫鬟 办事公道仔细 贾母非常倚重她 鸳鸯在贾家的地位非常高 红龙梦有一段描写 鸳鸯在王熙凤那里坐着 贾连回来 鸳鸯就坐着 站都没有站 但是贾母一死 贾家那群势力眼 根本不在意她了 以前人人献殷勤 现在人人踩一脚 鸳鸯对贾家转为了赠物 她问玉串 知不知道谁逼死了她姐姐 还说随你怎么殷勤服事 终究还是白忙异常 贾家的人一个个仗着全是欺负人 难不成做奴才的天生就是被呼来唤去的 玉串认为她说的对 她姐姐尽心尽忠 却被骂得那么恶毒 哎呀 吓死我的小仓夫 玉串说 我姐姐死后 太太把她的二两银子分给于我 可又能怎么样 人已经死了 也换不回命来了 可见这些主子实在恶毒 玉串对贾家的怨恨蒙发了 所以才投奔强盗 注意红楼梦中的强盗 贼 跟我们说的强盗贼 不是一个意思 前几期我们多次说了 古人有历史局限性 农民起义军也会被称为 贼 盗 农民起义军 一般都会有一些朴素的观点 比如 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等等 玉串被这些吸引 煽动奴仆 跟她一起去投靠强盗 平二骂了她 她并不服气 林黛玉听了之后就说 你咋不打她几个嘴巴子 这话看着不像林黛玉 倒像是王熙凤 你干嘛不拿嘴巴子 打她回来 不打她了 打 很多人印象里 林黛玉柔柔弱 其实林黛玉很刚 薛宝钗来的时候 原文就说 宝钗行为豁达 随分从实 不比黛玉 孤高自诩 目下无尘 孤高自诩 就是林黛玉做人的标准很高 目下无尘 就是她眼里揉不下沙子 而且林黛玉是个 极度心思敏感的人 原文多次写过 比如 宝玉 宿袭 甚至黛玉 有些小性 林黛玉的贴身丫鬟 子娟也说过 皆因姑娘小性 常歪派她 才这么样 薛宝钗也这样想过 林黛玉 速袭猜忌 好弄小性的 大家想一下 林黛玉做人标准高 又极度敏感 眼里不揉沙 这样的人 在生活中 往往是难以接近的 因为他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 去迎合你 他不会在乎人情世故 他在乎的是 他的感受和原则 只要触怒到他 会直接刚你 很多小伙伴说 林黛玉也在成长的 其实在第67回的时候 赵姨娘也说过林黛玉 孤高 当时薛宝钗的哥哥 从南方带回来一些礼物 薛宝钗分送给了赵姨娘的儿子 赵姨娘看了就很高兴 说怨不得别人都说 那宝丫头好 会做人 很大方 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 若是那林丫头 她把我们娘们 正眼也不巧 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林黛玉做事 喜也好 怒也好 皆是出自珍惜 不会去柯姨讨好 也不会去甲姨迎合 这不是成长的问题 这是林黛玉的风骨 相对的 薛宝钗在贾家 八面玲珑 人人都说她好 绝对不是豁达就能办到的 赵姨娘还说了这样一段 她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 她挨门送到 并不露一处 也不露出谁薄谁厚 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 她都想到了 薛宝钗送礼非常讲究 我们前面说过 原文描写薛宝钗送礼是这样的 说一件一件的过了木 一分一分配合妥当 送的礼物也是各种笔墨指焰 香袋扇子 纸粉投油 红楼梦也写过林黛玉送礼 但是只写了一句 又将写纸笔等物分送宝钗 迎春宝玉等人 电视剧里 贾宝玉说了一句 还学会办事了 这个在原文里是没有的 薛宝钗懂得跟各种人打交道 懂人情世故 有灵活的处世之道 而林黛玉是非常耿直的 这不是说林黛玉傻 林黛玉非常聪明 但是她的聪明 从来没用在心计上 只有生气了 怼人的时候一个顶俩 你安静些看戏吧 还没唱山门 你的装疯 但是林黛玉在该用心计的时候 憨得一样 有一次贾探春整治奴仆 她一边跟奴仆周旋 一边试眼色 让丫鬟悄悄的去叫平儿 平儿来的时候 贾探春正要开始演戏 结果薛宝钦和林黛玉在旁边看出来了 薛宝钦先派手笑说 三姐姐敢是有屈神招下的服术 林黛玉跟着起哄说 这倒不是道家悬殊 倒是用兵最近的 所谓手如处女 托如脚兔 出其不备之妙侧也 两个人就你一眼 我一语的取笑 皆探春的底 薛宝钦在这一边 看着两个憨憨开心 赶紧给他们俩试眼色 让他们俩别说了 然后拿话题岔开了 有时候你就看不出 林黛玉到底是聪明还是憨 有小伙伴说 林黛玉会笼落人 她给小丫头赏钱 给婆子赏钱 其实赏钱 是富贵人家的常规操作 看《红楼梦》就会发现 贾家大小事 都要撒钱打赏 什么醒亲啊 来送礼之类的要赏 遇上喜事要赏 办个事要赏 过节唱戏也要赏 甚至出门都要专门 带着赏钱一路打赏 遇上个大冤种 随便找个借口 就能来讨赏 贾宝玉在大观园 做事被夸了 仆人就围着要赏 贾宝玉说 每人赏一吊钱 一吊钱已经很多了 小丫头的月钱才一吊 林丹玉赏婆子 也只有五百钱 但是仆人们不稀罕 说谁没借那一吊钱 说着就上手 把家宝玉给抢了 甚至有时候 是不得不赏 行秀燕 在迎春那里借住的时候 就跟薛宝钗说过 那些妈妈丫头们 哪一个是省事的 哪一个嘴里不见的 我虽在那屋里 却不敢横使他们 过三天五天 我倒得拿出钱来 给他们打酒 买点心吃才好 甚至行秀燕的钱 都不够伺候这些人 年一都给当了 林丹玉赏钱 只是大户人家的日常 真正笼络人心的 是薛宝钗那一系列操作 薛宝钗不吝啬钱 但是他从没撒过钱 每次花钱 都是人情送足 事办得极为漂亮 史湘云说要做东道 薛宝钗就知道他没钱 拿螃蟹帮史湘云做东道 哄得全家都高兴 金串跳紧了 薛宝钗就知道 王夫人心里不好受 立马跑去安慰 句句话说到王夫人心坎里 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 给金串装过 他还拿燕窝给林丹玉 感动得林丹玉不要不要的 甚至薛宝钗不花钱 只靠说就能送人情 探纯改革的时候 薛宝钗不声不响 给名言骂谋了差事 这些在薛宝钗那几期详细说过 比起来林丹玉给婆子赏钱 就像地主架的傻闺女 薛宝钗的这些神级操作 林丹玉做不来 林丹玉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者 林丹玉写的五美银 表达出来的就是 宁为欲碎 不为瓦全 这样的人 你很难想象他八面玲珑 广结人脉 想一下林丹玉这样的性格 接手危机中的假假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欲串煽动奴仆去投靠强盗 怎么可能不上头 而且《红楼梦》里处罚仆人 经常是捆了光马棚或者打 他们捆到了马圈 等过了这几天还要打 宣传的出去 再告诉林丹玉 在脚门外打的四十板子就是了 把五二打四十板子 立刻交到庄子上 或卖或配人 是 每个人四十大板 一人出去 不折 每人二十大板 隔去三个月院前 以后去打扫册行 林丹玉跟平儿说 如今家里人心思动 再叫这些人乱搅搅搅松了 咱们还有什么希望 平儿说 玉串说了 他们晾着官府里不清不战 过而打打杀杀 为民请命 丹玉说 甚是可笑 行凶了还说是为了行善 拿了人的错 大家振臂一呼 一概上去搅杀 那些恶人也用行善做幌子 一路作恶 谁晓得又有多少驱死的冤魂呢 这时李丸来了 大家商量着分派小厮守门 商量完 林丹玉回去的路上 遇见贾昌贾铃打一个小四 我们之前说过 前八十回有批语提到过贾昌贾铃 在林丹玉进贾府 贾母问她吃什么药的时候 批语说 为后昌灵服卖 无事中贾昌贾铃 是为林丹玉熬药的贾家子弟 曾经偷过通灵宝玉 后来众人求情 林丹玉就饶了他们 现在林丹玉又看到他们打人 非常生气 数落了他们一顿 贾铃贾昌不服气 说男人不凶猛点 怎么能遇敌打仗呢 坏点心肠狠些才有出息 戴玉说 照你这样说 坏人才勇敢了 正直的人都下不了手是不是 正直的人 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去打闹 如果别人有了为难 正直的人 才不忍心见其遭罪 而挺身而出 坏人没有良心 怎么会怜悯别人呢 而出手相救 贾昌冷笑道 姑娘不是男人 就别忘家评论 两人掉头要走 林丹玉叫管家拦住他们 一人打了十个嘴巴 贾昌贾铃欺负人惯了 现在当众被打 心里愤愤不平 对林丹玉怀恨在心 后来这两个人 为了报复林丹玉 给林丹玉的药动了手脚 林丹玉叫管家媳妇 林之笑笑的 把那二百来个要走的仆人 叫过来训话 管家媳妇说 既然他们要走 就叫他们走吧 何必强求得罪人 林丹玉就说 贪生怕死不是君子 君子面对重重险恶 而不胆怯后退 才是行有上义 就此流水所尽之处 不论坎坷险阻 皆浩浩通过 岂能为了求生而此为逃兵 林丹玉讲了一通大义 林之笑家的 听他慷慨讲 也听不懂 只知道他是急了 就去叫人了 林丹玉等他们来的时候 心乱如麻 但是情势危急 只能放手一搏 等仆人们来了 林丹玉照样训练他们一顿 大家听了都很气愤 觉得林丹玉说话太刻薄 无视的剧情 就是延续了前八十回 林丹玉的故高自诩 目下无尘 他不像薛宝钗那样 能拿捏人心 全靠一身正气 看不过的就一定要怼上去 其实贾家到了这个地步 即便是薛宝钗来 也未必能保得住 但是薛宝钗会审时夺势 能屈能伸 能妥协能苟 而林丹玉是宁未遇碎 不为瓦权 我们上期说过 他写的五美音就是 宁肯在项羽那里自吻 也不愿在刘邦那里证明主理 后来林丹玉派人去找贾宝钗的下落 那些人到了外面 看到四处冷冷清清 不知哪里去找 而且就算找到 也有可能遇上强盗被强盗杀了 于是他们都各自跑了 林丹玉在贾家努力维持的时候 外面的人认为贾家这么有钱 肯定还有剩下的财物 于是纷纷带人来打 柳香莲带着一群盗人 从西南门闯进来了 关于柳香莲 红楼梦明确说过 有人会去做强梁 批语提示说 指的柳香莲一干人 很多人觉得批语有问题 实际上原文也曾经说过 做强梁的是谁 就是薛盘跟一群不务正业的贾家子弟 说他们交接匪人 以后必定破家灭族 而柳香莲恰好是薛盘的败把兄弟 上期我们说到 批语称呼冷子星为冷子 而柳香莲被称为冷狼君 柳香莲离开的那一回 就叫做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原文说 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志人 最是冷面冷心的 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 吴氏里冷子星和柳香莲 都是要算计贾家 柳香莲的原因很简单 宁国府不干净 你们东府里 除了这两个石狮子干净 恐怕 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 其实就是觉得贾家为父不仁 所以要劫富济贫 柳香莲冲进来的时候 正遇上小四 护着邢夫人逃跑 吴氏里邢夫人是宁国府的 这个前几期解释过 所以柳香莲看见邢夫人 就招呼道人上去杀 邢夫人被劈倒在地 两眼瞪天的死了 这时候贾从带着一群人出来 跟柳香莲打在一起 贾从是贾宝玉的堂兄弟 年纪跟贾兰差不多 他是贾舍的儿子 但不是邢夫人生的 是术厨 前八十回 只出现过几次名字而已 唯一一次描写 是贾宝玉去邢夫人那里的时候 贾从来问好 邢夫人见了他说 哪里找到活猴去 你那奶妈子死绝了 也不收拾收拾你 弄得黑眉无嘴的 哪里像大家子念书的孩子 无视里 邢夫人被砍死后 贾从带着管家奴仆赶来了 但他们不是柳香莲的对手 贾从只能跑到一个院子里 关上门 躲着不出来 外面的贼人就点了火 贾从被熏得黑眉无嘴 撞开门逃了 傻大姐看见邢夫人被杀了 哭着跑去找林黛玉报谢 借赢你素人是傻子 否则连你也要打死 林黛玉赶紧叫平儿 召集家人抵挡 贾下子弟就带着奴仆 去园子里跟贼人打 二十个小四守着消香管 半个时辰后 小四回报说 贾桓和赵姨娘再次带人来了 他们一边抢劫 一边跟柳香莲打起来了 林黛玉见家败成这个样子 家人被贼人当草贱 不由的哭起来 赵姨娘的侄子前怀 前八十回出现过 也是个仗是欺人的小人 他抓住贾家子弟 肆意的折磨 丫鬟被追逐凌辱 一个叫季月的丫鬟 来不着跳紧被抓住了 好罗梦前八十回 没有这个角色 但是在秦文的判词里出现过 季月难逢 彩云易散 心比天高 顺为下见 以往认为 这句判词是暗示秦文的名字 既是秦的意思 文是有花文的云 吴氏偏要独自妖娆 说季月和彩云是两个丫鬟 彩云在《红楼梦》里是存在的 是王夫人的丫鬟 跟贾桓要好的那个 而季月是吴氏里出现的 他被抓住后 说自己是林黛玉 众贼人一听就没动他 因为赵姨娘的侄子前怀 说要娶林黛玉 大家就把季月 带到赵姨娘和贾桓跟前 赵姨娘一看就知道不是林黛玉 贾桓就把季月赏给了一个 叫罗赵的贼人 季月假意要嫁给他 找机会一刀刺死了他 说我一弱女子 杀一贼寇足矣 说完就拿到自尽了 林黛玉堵到肖香馆 内心欺然 常常哭泣 对子杰人说 上天有好生之德 百姓勿天地之恩 本应仁德待人 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杀伐取乐 平安尔跟林黛玉商量 开门放大家出去逃命 等太平了再回来 林黛玉同意了 但是没想到外面埋伏了很多流寇 只有少数几个逃出去了 平安尔也带着乔姐翻墙出去了 柳香莲和贾桓赵姨娘他们打了一阵 打不过就撤走了 贾桓和赵姨娘得了意 更加肆无忌惮要去找林黛玉 路上遇到了燕红 前80回贾舍强取鸳鸯不成 花800两买了一个叫燕红的小姑娘 无事里贾桓和赵姨娘瞧见了燕红 让人追上去杀了 得意的说家里只剩下林黛玉一个好对付 前怀还想要娶林黛玉 林黛玉的丫鬟子娟在消想馆 忽然看见了彩芸探头探脑 因为彩芸跟贾桓要好 子娟就以为贾桓要打进来了 赶忙叫小丝把她抓起来 彩芸说自己看不惯贾桓他们行凶作恶 死也不愿意跟他们 愿意来护着林黛玉 然后彩芸告诉林黛玉 贫儿带着桥姐跑出去之后被赵姨娘杀了 林黛玉听后昏了过去半天才哭出来 现在行妇人和贫儿都死了 贾家管事的只剩她一个了 林黛玉说你们快去跟强盗拼了 我也不活了 彩芸看他们都在哭没人理会自己 就跑去找赵姨娘 说林黛玉已经翻墙跑了 咱们要不要去外面追 赵姨娘去上去就亮耳光 说她吃里扒外 那个神婆子马道婆也在旁边说 这样的叛徒该乱刀砍死 赵姨娘就抽了旁边人的剑 砍死了彩芸 就在这时 来了一群人跟贾桓的人打起来了 贾桓的人支撑不住 只能匆忙逃走 来的这伙人是冯子英带来的 冯子英在前八十回出现过 是神威将军冯唐的儿子 一身英豪气 曾经爱打架 打伤过都尉儿子 他听说贾家遭难 就带着属下兵丁来贾家救急 小红和贾芸也来了 他俩已经成婚一年多 听说贾家出使也赶来了 再加上了魏若兰 一众人打退了贾桓 给林黛玉报喜 林黛玉听了很欣慰 但是一想到贾宝玉下落不明 又伤心的哭起来 小红和贾芸就说 他们去打探贾宝玉的消息 就在贾家情势高刚好转的时候 冷子星和柳香莲又回来了 他们带了更多的人来 冯子英拼杀多时 腿不中刀 被人救出去 下落不明 多亏魏若兰回家又带了人来 才守住 林黛玉夜里睡不着 打开窗子 见银河耿耿 明月清朗 寒气清人 秋气日深 顿觉浑身发凉 他从抽屉翻出两个帕子 那时那年 贾宝玉被打后送来给他的 你快到林姑娘那里 看看他在做什么 他要问我 就说我的病好了 哎 白眉赤眼的干什么去啊 你就说句什么话 你算个事啊 我让你把这个送给他 他要你这两块半心不救的帕子 做什么呀 他要说你打去他 老了怎么办 你放心 他知道 上面还写着三首诗 林黛玉想起那年的诗来 拿着帕子落了泪 又想起贾宝玉不知在哪 不知贼寇怎样对他 越想越难过 子涓陪着落泪 劝他去睡下 但是林黛玉一整夜都睡不着 想着贫儿一死 只剩自己支撑局面 虽然此时还有李婉 但是前八十回说过 李婉直将得善管不了家 所以林黛玉非常焦急 待下人更年可 半夜三更也催着重奴仆 起来在院子里等着抵御贼兵 他越是着急就越不能负重 这里吴氏说 黛玉既非男儿 又启动欲敌之道 林黛玉确实没学过带兵打仗 但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懂 也不是所有女人都不懂 吴氏里也有批语说 可叹 贫清 不通战事 又妄加指挥 若阿凤 贾正 贾连 探春悠哉 贾府 何惨败如此 谈谈 王熙凤是执粉队里的英雄 贾探春是贾家最后的希望 前八十回就有辟语说过 探春如果没有远嫁 贾家子孙不至于流散 而林黛玉的叛词 开脸永续财 出自谢道运 谢道运在家族失败后 带着奴仆婢出去砍贼 与贼拼得一死 林黛玉有谢道运的终颖劫 但她不是一个有心肌手腕的人 而且她还有一个致命缺点 感情用事 吴氏里她心慌意乱 只一味孤行 又多疑心窄 顾不得人心 那些下人见她是弱女子 贾家又失败无望 都不肯听她指挥 只贪生兴命 懒散无为 一心想着逃出原子自变 有几个跟林黛玉顶撞了起来 林黛玉又生气叫小四打了他们一顿 结果这些仆人 私下就说 林黛玉刻薄狠毒 家家没指望了 这一群带黑 暗地里各种造谣污蔑林黛玉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 就不肯听林黛玉指示了 只有个别丫鬟小四还听着 林黛玉见势单力薄 又不得人心 更发了狠 心急之语 更刻薄起来 昼夜眼泪不停 这些无视的剧情看上去可能匪夷所思 但是非常巧合的贴近林黛玉的诗词 前80回林黛玉写了不少诗词 比如《秋川风雨溪》 《桃花行》《脏花影》《乌美影》 这些诗词大多很伤感 以往解读这些伤感时 大多认为林黛玉是多愁善感 外家身世可怜 无依无靠 所以才伤感 但是批语透露过 这些诗是未来的剧透 讲的是未来的悲剧 以往对这些剧透的解读大多比较笼统 比如林黛玉与贾宝玉是爱情悲剧 所以诗词都偷着爱上 但是对比《无视》你会发现 好像这些诗在讲一个故事 《秋川风雨溪》是序幕 《桃花行》是过程 《桃花银》是结局 《无美银》是永叛 作为序幕的《秋川风雨溪》 写在第45回 薛宝钗来找林黛玉 陪她正视情感上的困扰 帮她排解生活中的苦闷 因为45回的时候 林黛玉的重要戏份基本都结束了 在我印象里是很靠后了 所以说了一句临近80回 实际上说错了 应该是前80回刚过半的时候 薛宝钗来了 说的话非常温柔体贴 而且郑重林黛玉心事 林黛玉愁自己寄人篱下 薛宝钗就说 反正要嫁人不过一副嫁妆 愁也愁不到哪里去 而且还提出给林黛玉送烟窝 吃吃病就好了 林黛玉听了 对薛宝钗感激涕脸 薛宝钗临走的时候 林黛玉一一不舍 让她晚上再来 说句话 但是天还没黑就下雨了 秋林默默 阴晴不定 雨滴竹梢 更觉凄凉 林黛玉认为薛宝钗不能来了 后来薛宝钗果然没来 林黛玉拿了一本书来看 里面有《秋归院别离院》 看了之后颇有感慨 就写了《秋窗风雨席》 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花朵到了秋天变了惨淡 草到了秋天变黄 夜晚到了秋天都变长了 她在灯前牵挂着 不安着 已觉秋窗秋不尽 哪看风雨出凄凉 秋天降临还不算 还有风雨 让秋天显得更加凄凉 你会发现 这段戏份特别割裂 薛宝钗安慰过林黛玉后 虽说林黛玉 不可能跟史湘云一样活蹦乱跳 但至少心情好一些了吧 结果到了晚上下雨了 林黛玉认为薛宝钗来不了了 立马又开始上春杯秋了 欣赏林黛玉的会觉得优美 欣赏不来的会觉得矫情 然而在吴氏里 这些都是flag 吴氏中 林黛玉与家宝玉成婚的时候 贾家被抄了 这是贾家有胜转衰的一个关键 就像入了秋万物萧瑟 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贾家被抄家后没有钱了 那些吃喝嫖毒的子弟 不想办法养家 反而纠集一伙流民强盗 回来抢东西 已决秋窗秋不尽 哪看风雨祝其凉 贾桓杀了父亲 抓走了贾宝玉 林黛玉伤心欲绝 她从七代与贾宝玉的婚事 突然变成了家破人亡 贾宝玉生死未卜 祝秋风雨来何宿 惊破秋窗秋梦露 祝七凉的风雨来得太快了 摧毁了秋天窗下 她梦中的那一抹绿色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平一类竹 秋竹摇摇一段情 千愁照恨动离情 在这万物消禄的季节 她睡不着 将蜡烛拿到屏风前 蜡烛滴着泪 在风中摇曳 牵动了她离别的思念 这里林黛玉写了一个离情 说明她和贾宝玉分开了 其实有很多分析认为 林黛玉和贾宝玉未来会分隔两处 比如八七版《红楼梦》编剧 也认为最后宝袋分离 说贾宝玉送贪春出嫁 回来的路上遇上意外 因为前八十回写到过很多相思离别 比如我们上回说的《吴美银》 还有批语提到的《望艳鱼》 还有贾宝玉做的《红豆曲》 也提到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再比如林黛玉的绰号《肖像妃子》 指的是顺的两个妻子和黄女营 她们两个去寻夫得知顺死了 两人痛哭泪尽而死 这些都说明林黛玉和贾宝玉 未来处在一种分离的状态 八七版的宝袋分离 看上去比较像《红楼梦》 而《无事》里写的是八十八十八十 《猪王风雨昕》下面几句是这样写的 一场风雨来了 家家户户都入了风下了雨 被入都挡不住秋风寒冷 而且雨越下越急 一整夜的风雨呼啸 就像伴着离别之人的哭泣 院落在风雨下更加削落 虚眼的窗外 稀疏的竹子滴立着雨水 这风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 眼泪已经大湿了沙窗 这首诗的意境就表达出 林黛玉独自一人 在秋夜的风雨中苦苦的思念 风雨又冷又急 冲击着家家户户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首诗的异象可以有很多解释 以往的解读 大多是林黛玉多愁善感 或者身世可怜 无父无母 无依无靠 又或者封建婚姻不自由等等 而无侍中秋天是贾家败落 风雨是对贾家摧枯拉朽的打击 但是这里不能说秋窗风雨戏 就能推出无侍的剧情 只能说无侍恰巧贴合秋窗风雨戏 虚目之后是桃花星 讲的就是林黛玉在贾家最后的时光 下期我们接着聊聊无侍后续的内容 以及桃花星 天热起来了 有没有从小就毛发惊人 冬天都比别人少穿一件衣服的毛毛星人 小伙伴们 脱毛真的非常必要 脱完毛 不仅皮肤会细腻光滑 连质感都直接上升一个度 而且手臂脱完后 没有黑黑的毛毛覆盖 皮肤视觉上也会白很多 夏天还可以实现吊带自由 自信大胆的开手臂了 后面这里就有一位毛衣最后 脱毛衣最有经验的小姐姐 因为从小就毛毛过人 她曾经暴力又直接的用刮刀刮 虽然买的刮刀花费不多 但即使是刮完 也会看到毛发的黑点 一两天后 酥重的毛茶直接扎着她怀疑人生 唉 小姐姐的心里苦啊 她还去过专业机构 脱毛效果虽然不错 但是每次来回的路程 去了排队等等也挺让她烦的 而且费用都是按部位算 一个部位就上千元 突变全身的钱 都够她出去旅游狂玩半个月的 小姐姐为了脱毛衣 做过很多功课 也踩过很多坑 也尝试过很多办法 最后觉得脱毛衣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毕竟是贴身使用的仪器 价格能够负担 使用也非常方便 选择时还是要谨慎避免踩坑的 市面上那些非常便宜的低端脱毛衣 千万别吐便宜就买来拿自己做实验 能量低脱不掉毛布说 还没有安全保障 可能一不小心就灼伤了皮肤 到时候悔都来不及 所以 叹叹叹叹 解决苦恼的神器来了 这就是毛毛小姐姐做了很久功课 用亲身体验过后给大家筛选出来的 极萌小羊脱毛衣 极萌作为you like的增品牌 无论技术质量还有售后都相当可靠 再看这外观简直蒙翻 买乎乎的颜色 小绵羊造型 主体磨砂手感 羊脚硅胶材质还QQ弹弹 即使不用的时候摆在那里 也想多看几眼 妥妥的少女收割机 作为资深毛毛新人的小姐姐 肯定忍不住剁手了 别看她小巧可爱的外形 脱毛起来可不含糊 0.7秒的连续快闪 脱毛效率是真的高 一条腿两分钟就能搞定 也就一首歌的时间 就能拖完全身 拥有六胶大能量 比某些几百块的脱毛椅 能量多两倍 能量越大 脱毛效果越好 有粗壮的毛发 也不再怕的 小姐姐清测有效 每用一次都肉眼可见的 变细变少变没有 you like家 标配的蓝宝石冰点脱毛技术 她也有 在脱毛时 肤感冰冰凉凉凉的 敏感部位也不会有灼烧感 没有了毛毛的加持 皮肤白了不止一个度 这次也有我专属的优惠 放给大家 只要找客服报暗号泡面 店铺价格2049 领券到手1299 还加送电动牙刷 LED化妆镜 挂毛刀墨镜 和两支身体乳 想要赶在夏天前 变光滑百嫩 脱毛工作不能少 小伙伴们抓紧行动起来吧